2020年就是庚子年 也是因為這個榴槤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肯定這個年月日是沒錯 因為這個庚子年的時候 就金金黑個食臣 金金黑個食臣 我們叫做食臣濟殺 若逢梟 梟意思是梟印 梟印奪食的一個榴槤 印象是什麼意思呢 是代表老闆 代表一些比自己職位高的人 比自己身份高的人 OK 食臣是我自己的才華 我自己的言語 這樣的情況 食臣濟殺得到地位明星 但仍然僑神奪食 代表我的言行 要受到打壓這樣的意思 金金 砍壓 OK 而紫水呢 是淫水的洋印 它本身匯了個火焗的 紫水沖個五火 滴水入紅爐 你好像煮紅了個鍋 倒水下去 咳一聲 就是說這個洋印衝擊很大 我們叫做洋印逢充不測災來 就是說這個運裡面來說 有僑神奪食的現象 有洋印逢充不利的現象 因此他仍然就言語惹禍了 僑神奪食 所以我可以很肯定 這個年雨日一定正確 而這個年雨日正確 就是這個時辰 才有機會發到打 就是這個意思